月前墨西哥华雷斯发生惊险一幕视频中 游乐场娱乐设施大摆锤在高空摇摆 人们在体验俯冲的刺激感 但当摆锤停在最高处时 一名女游客座椅的安全杆突然打开 导致其从座位掉落悬挂在半空中 随后摆锤下落直接撞向该游客 将其撞飞掉落至地面十分危险